出境旅游的需求暴涨 国人对邮轮的热爱也不减 有旅行社指出 今年上半年售出的邮轮配套 已超越去年同期 两家邮轮公司指出 来临三月学校假期 预定已几乎爆满 也有更多的旅客选择长途航程 记者蔡可汗报道 珍珠大厦的这家旅行社 售卖名胜世界邮轮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 和公主邮轮的配套 防疫措施进一步的解封 那么陆地旅游和航空旅游 变得就比较多一些 可以说最近的销量也是大增 但尽管如此 邮轮旅游配套 需求的热潮并没有减少 根据我们公司 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 今年1月到6月 邮轮的增长量 实际上超过去年很多很多 至少达到30%以上 业者说除了旅客队出游 更有信心之外 邮轮业者也推出 更具吸引力的新产品 从疫情时期的短程区域性航线 到13天的中程旅游配套 甚至长达三个月的环球航线 都受到国人的青睐 名胜世界邮轮表示 来临学校假期邮轮的配套 几乎受尽 到国外去的机会可能还不是太多 而且也就是说机票的价格也非常的高 那谁做就是说很多人到国外旅游 这些旅游的成本也增加了很多 所以邮轮的这个配套 还是非常吸引他们的 疫情之后 从国外来的客人也增加了很多 那这也就是填补本地客人的一个空间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授寻师也表示 邮轮旅游的需求强劲 三月学校假期从新加坡出发 前往槟城普吉岛的航程几乎满额 往返日本的长途行程也大受欢迎